欢迎队来到脱口秀大会的半决赛 我们经过之前的赛段之后 现在只剩十个朋友了 也就是本年度的脱口秀大会的前十强 已经产生了 今天呢只有六个人可以晋级决赛 所以呢为了符合他们的这个心情 大家的情绪 我们想了一个主题 叫请别遗憾离场 所以今天呢你们就 是吧这个主题想的就有点气人 对不对 所以今天要拜托大家了 因为你们笑了呢 他们就也就不遗憾了 对不对 然后请别遗憾遗憾 其实我们之前 我们节目这个领校园团队呢 有过一个小遗憾 就是罗永浩老师中途跑了几期 刚回来 他跑几期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直播数据 出现了稍微的有点下滑你知道吧 就是影响到了他还债的进度 然后罗老师赶紧回去一整顿 然后发现他回去呢 也没有做什么 数据又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脱口秀大会的火热播出 帮助罗老师还债 这个号召深入人心 大家现在 所以罗老师呢又没有这个压力了 就又回来快乐了 让我们欢迎罗老师归队 也欢迎杨天真大张伟 这个 我们天真姐最近也挺了不起 冬和个手术大家知道吧 看到了 切了点胃 为了健康 控制体重 切了一点胃 所以 刚做完手术 我今天特别担心 他在那笑着笑着开心了 什么的 很害怕 所以罗老师在旁边注意安全 是 放心 天真姐你自己也小心 就是你笑着笑着 觉得突然 嗯 胃口怎么这么好 是吧 就是可能出问题了 小心啊 胃口怎么着 我觉得天真姐也是挺遗憾的 他就没赶上好时候 你说做这个手术 他遗憾没有赶上 蓝河绵羊奶 成人奶粉的推出 是吧 这个 百里挑一的珍贵奶源 营养好吸收 健康不长胖 就是好好喝奶啊 就没这事 我就感觉我们客户 想出这句广告语呢 就是为了气你 你听 健康不长胖 我们这个奶粉 已经到了第九期了 之前我们蓝河 从来没有提过不长胖这个事 你手术一做 我们就开始说这个事 很调皮的客户 今天呢 我们除了三位固定的 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一个 飞行的林校园 今天呢 他也会来跟我们聊一聊 遗憾啊 离场啊 这些事 这个朋友呢 是一个很聪明的演员 很知名的演员 但是我得说实话 就是他的作品 我一部都没看过 因为不是拍给我看的 都是那种青春偶像剧 所以你们在座的 肯定是很多人都看过的 就算你没看过他的剧呢 你只要使用互联网 你时不时的就会看见他 出现在热搜社 对不对 而他那些热搜也很奇怪 就是你点进去看半天 你也看不懂 你不光看不懂那件事 你有时候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很奇怪的一个语言风格的人 我今天他第一次来讲凸口秀 其实我们心里也没底 是不是也不知道他一会儿会说什么 希望大家给他温暖和爱 让我们有请正爽